一周目刘备 成天授命 拜关云长 为荡寇将军 赐汉寿亭侯 张飞为征炉将军 赐新亭侯 拜赵云为振远将军 黄忠为征兮将军 马超为平兮将军 刘备拿下西川 军封五虎上将 安顿好一切后 刘备却独自一人 跪在庞统临位前陷入沉思 这时诸葛亮悄然进屋 跪拜完庞统后 诸葛亮坐在刘备面前 君臣二人开始复盘 刘备提起龙中队时 诸葛亮给出的战略计划 第一步取荆州 第二步取西川 第三步取天下 现在前两步已经完成 刘备坐拥荆州和益州 已然成为天下第二大诸侯 可看着庞统的临位 刘备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他本以为 自己可以靠仁义取天下 但庞统却为了他的人义而死 这让刘备的世界观开始崩塌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真的有能力统一天下吗 诸葛亮看到刘备陷入迷茫 赶紧给刘备打气 吹捧刘备是天赐圣君 如果连刘备都无法统一天下 别人更不可能完成 诸葛亮一番安慰 总算让刘备重拾自信 随后刘备拿出 法证拟定的制属条例 询问诸葛亮的意见 诸葛亮给刘备解释 四百年前 刘备被项羽赶到汉中 和当地百姓约法三章 诚信爱民清姚伯父 百姓改念刘备的恩德 才全力支持刘夸 刘夸最终兵出汉中统一天下 今天刘备入主西川 和当年刘夸入汉中一样 所以诸葛亮建议刘备用宽容的刑法治理西川 以便拉拢人心 不料却被刘备直接拒绝 当年高祖帝之所以宽刑省法 恰恰是因为秦皇暴虐无度 万民怨恨 故而高祖才反其道而行 在刘备看来 刘夸父子治暑十几年 天天沉迷美色不务正业 导致西川刑法太过宽容 从官员到百姓 人人法律一事淡薄 上下级尊卑不分 朝野兼百必从生 因此刘备决定 严刑郡法恩威并举 让官吏百姓皆以法行事 诸葛亮听后大吃一惊 在没有得到西川之前 刘备一直坚持人意 但现在实力突飞猛进 忠心汉事尽在眼前 刘备突然醒悟了 与大汉基业相比 自己先前所坚持的人意 实在太过可笑 要成就罢业 就必须心狠手辣 抢夺地盘 在此过程中 刘夕牺牲无法避免 庞统的牺牲让刘备明白 有时候虚伪的人意 只会害人害己 看着眼前的刘备 诸葛亮突然感到 无比的陌生 从这一刻起 诸葛亮明白了 刘备再不是先前的主公了 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君王 木门缓缓关上 诸葛亮知道 刘备终于卸下了 人意的伪装 而荆州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